今天我们该打荣山龙 沉接任务 但是荣山龙这个任务其实还不是 不是不是 不是那个什么 是要上去找接待员接任务 在这里接不了 用餐地区 不是荣山龙是要打蛮恶龙 蛮恶龙的话蛮恶龙是弱水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水属性的 我们之前造了一把水属性的弓 刚开始找蛮恶龙的话 出剑区域应该是 我们到来这里 会离得近一点 怎么去等会给你们看 然后我们去强化一下装备 蛮恶龙弱水 然后攻击属性 如果说是带元素属性 应该是火属性 重要的一点是 它的攻击力在现在一块 一下子提升了好多 相对于前面的怪物 所以可能需要配一个密钥 强化装备 我们看有这个 水属性的弓我们已经有了 但是这个不能进一步强化 就这个就可以了 我们的猫的装备 好像一直也都没有提升 我们给它来一个 飞雷龙的 水属性 我们看有没有 没有耐火的装备 就飞雷龙吧 给它来个飞雷龙的装备 飞雷龙的装备好看 猫穿上特别好看 你看啊 帅可爱 超合身 看 这个可爱 好就它了 然后对付蛮恶龙 还需要什么 它也不会有什么中毒属性 所以就一般的这些组合就够了 嗯 猫饭我们还没有吃 啊 猫饭有提升 猫饭的规模提升了 可以用四种素材了 好像 加了个大汤锅 可以煮 配有汤了 这个 一共有三个等级 初级是烤鱼 二级是烤鸡 三级是烤肉了 自制猫来做 哇 撒上盐 盖上盖 煮好汤 最后一步 注入灵魂 我有说过吧 猫饭的这个动画演出 还是国内的外包团队做的 你是怎么做到这个撸串 还能直接吃下第二串 第一串却不掉下来 第一块肉却不会掉下来的 我们武器还没有换 还是这个龙骨弓 应该换成 水属性的这把 好 出发 森林暴徒 蛮恶龙 那这个蛮恶龙打完 是不是就该打那个熔山龙 看吧 反正我们就是一期打两个怪 他说我现在录这个期视频的时候 是8月7号 今天就听到一个消息 说是PC版的这个 应该不是说PC版 把能弄上的东西都用上 所以我们把这个补给箱给他拿空 要去那边的话 从这里走 这两边是一样的 看看地图 我们要到这个区 跟蛮恶龙的出境是这里 但是我们最好还是先摸一点痕迹 然后再来这边走 这边应该就会有 装水灌球 蛮恶龙弱水 这个蛮恶龙的阻子 我们先给他摸上一点 摸到个三两格以上 然后最后再见到蛮恶龙的时候 本身又会长一点 旧粘液 这个粘液是什么 这个蛮恶龙啊 他会流鼻涕 然后他把鼻液怎么弄出来 他不像我们要用纸巾擦 他是直接 一醒 然后直接碰到墙壁上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蛮恶龙的鼻液 懂了吧 想想好恶心 两格够了 再见到他差不多就应该 这个蛮恶龙的踪迹就长满了 从这边走也可以 这边也是那个营地的后面 走到大概哪个位置 走到艾布市展 还要再往前一点 挡过去 这里很快就可以到 这边会有个动画演出效果 好锁 这也是一个常用的小技巧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吸引他 然后来砸他 但是在进入战斗状态之后 这招就不能用了 没关系 我们有这个隐身衣装 消失吧 这样就消失了 然后捡一个这个 吸引过来 就是这样 开打吧 最好他这个 起身后的落点 我们就再打成了 1 5 5 1 5 5 5 6 6 兵器不错的时候可以直接用迅雷闪出 他有的时候仇恨也会在这个猫上 他背上的那个异膜也是弱点 弓箭打到上面的话伤害是很高的 有的时候马拉罗反而要向前翻滚 我们可能才会好去躲掉他的一些招式 我们现在先稍微缓一下 那这个阶段是喷火 喷火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等级防御力是会秒人的 要小心 他应该要逃跑这个阶段的话 可以试试准备要成奇了 但是他逃了 哪里逃好 这颗熊火龙的痕迹 收集 万一中了呢 万一中了呢 这个地方的话 地形狭小看起来不利 但是呢 空间有一个特别好用的就是 更强刚射 这招伤害巨大 真的是巨大 看可以射出七只剑 每只剑伤害二只剑 就是这样 一把弓一面墙 打得飞龙直骂娘 虽然他不是飞龙 这里的话还会有一个这个耐力雷虫 最近他这招是会转弯的 那休息的时候可以喝一个 我还没带蜜药 我还没带蜜药 你喝蜜药 喝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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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 au ić 你说 好 诈 想找 得阻止他的行动 打蛮恶龙最重要的是破头 尾巴还好 但是很多材料会用到蛮恶龙的压 蛮恶龙的牙 这破头才能掉 这时候该差不多放弃 不热了 转过来 哎呦 没穿好 还说巨大的伤害 其实也就是个45点的伤害 再加上蛮恶龙抗火 弱火 所以说造成的伤害 可能还会反而会再少一点 一把弓一面墙 来 哎呦 这个就不要打了 一会儿是蓄力 来 转过来 小心你看这个是很爽 但是伤害相对来都要少一点 你这就要跑了 别跑了 别跑 躲一下 你走吧 我等于是抓你 他把头给他打开 我扩一下 这个如果说是他头上的那个叫什么 头上这个这个喊 口里面含着火焰的这个时候 或者如果说是集中火力打头的话 可以把它打倒 这个地方就很快了 他等会会回家睡觉 他家在这 我们可以在这里等他 你来啦 好了 就是不知道牙有没有打到头没破 关键是要破头 伤害不够不好破头 集中火力打头 应该第一 刚开始起手把他砸倒的那次 一般就应该头就应该差不多破了 但是他头短的角落里就不好打中 还好还好 没有蛮鹅龙的牙 因为头没有破 这个牙是最麻烦的 主要是他制造的材料需要他的牙 可能还得要多打他几次 据点的守护者 现在应该是可以打荣山龙了 他就应该是配合尽相阅 也就应该是用够的 这是我 或者是安静的 没有 没有 看看 通常會被採取他的小龍 會不會罵你 你會不會用索隱段的狼獵 你會用索隱段給大廠 曹徑 是是 有的 Knowledge 我們要把本地團 搞定 我們讀凱殺體 我們繼續處理 Said 打派 所以我們要靠谷 我們要把他 某一個天使 然後我們要組合 我們要關卡 想加 forward 把他打出的力量 快把他打出的上缸 把他打出突破 直接打出那一张 然后用他扩一划 把他打中的关系 把事部图安排 抓住会和确保 明白 技术班 请注意这些工具 对 这句话真的好吗 要去打荣山龙了 我这次要把道具要整理一下 这次出门每次要带个密钥 先跟阶段员说话 把任务接了 然后我们再去慢慢准备装备 荣山龙捕惑作战 这个我错了一个事情 应该用一张机运票 这个任务 这个任务 用一张机运票会比较好 先把这个任务取消吧 用一张机运票 因为这个任务 前期就打这一次 然后把这个机运票用的话 收益会高一些 荣山龙的材料 因为前期就打这一次 用一张票 这样会划算一点 反正这个任务不难 肯定能过 肯定能赢 吃个猫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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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就是 我们再去整理一下这个道具装备 顺便拿一个密钥出来 拿一颗就好 然后把这个道具列表保存一下 密钥因为有时候会经常吃 所以还是保存到灯幕捷径上一个 然后再保存一下 因为这个米兹这个道具轮盘 它也会储存为道具列表 所以每次都得要单独再晚存一次 挺麻烦的这个 这个就不能固定吗 我们去提升一下装备 有一个应该是什么强化装备 我看有没有什么能提升的 列宫三 有一个可以提升到列宫三 这两个不行 飞雷龙的这个和这个还不行 我们现在能提升多少就提升多少 这一代还可以 哦 还可以升到四 那就来呗 那就升到四 能升高就肯定好呀 能往上升肯定好啊 好 这样就够了 还需要什么吗 没了 出发 就是摆下老板吧 息子 不许你 我等会再来 等会 走 不许你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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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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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秘 特勘 好 行 Achou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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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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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他们是不会发射的 他们会可以拿到一个拘束弹 在这儿 主要是拿这个 他们应该还要搬运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去找一个没有人的打炮 我们也去搬 这好像是一个炮弹树 可能是砖码让他去搬去 这个人给我们手势 表示他这个炮弹装满了 我们就给他发射出去 发射出去以后 这个炮是可以挪口的 给他挪一下方向再发射 我们有这个搬弹的技能 在搬炮弹的时候也会提升效率 跑的会快一点 这个翼龙是很烦人的 如果说是打近战的话 打起来还挺麻烦的 因为他老飞远 差不多要放出出弹了 随便打一发就可以把他控制 这样的话他就可以 被困住 所有人开炮 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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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还有一门炮 这个人已经炮弹已经装满了 这个直接打头 好 他拿摸了 搬完一轮之后 再可以给他发生一波 最后这门炮肯定他搬的要慢 所以我们再过去的顺便可以再搬一颗 打出了个亮枪 好样的 他的下巴是可以破坏的 用这个炮可以打 好像刚才已经破坏了 啊打掉了看 就是这样 部位破坏 再拿一组 等会再用 再搬两楼炮 弹之后呢 又可以上去再拿这个拘束弹 挡掉了一发炮弹 想说这儿没有吧 那我们就帮他搬 那个炮先不管他等会儿会有人去捕炮弹的 你看那个人去捕炮弹了 没捕炮弹了 没捕炮弹啊 打到弱点了 它那个侧面的那个长虚弱点 伤害也是很可观的 反发弩弹 它那边已经有了 已经满了 炮弹已经装填好了 开炮 这个翼龙是真的烦 它就经常会这样干扰你 另外也装得太好了 这个放弃了 它要去撞那个什么了 打断它动作了 运气好还能再给它拘束一次 应该下一发拘束弹五分钟过了 拘束弹应该已经刷出来了 再去拿一块 啊刷出来了 再给它拘束 再给它拘束 攻击 攻击 差不多该可以放他过来 放打好样了 这个肯定是捕获不了的 这个是剧情 捕获是肯定捕获不了的 这辈子都不可 这辈子没有什么需要做的 这辈子没有什么需要做的 在这等着就好 就在这个位置按一下圆圈 呼叫翼龙可以移动 然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把这个射爆 小心他要喷粘浆的时候 稍微离远点 弓箭打这个就容易多了 因为这个熔山熔是在向前移动的状态 所以就 所以就是看取射的位置会向后移动 这很科学 每次把他的散热器官打掉以后 他会掉一个熔山龙碎片 自己要拿一下 之后呢他身上还有很多的矿 主要是在他身上可以提前采到这个灰龙石 就是我们这个提升装备的好材料 这边的话下面这里还有 龙石对他的这个穿透以后 效果也很好 伤害也很高 放赶紧就拆了 兩個賽的習慣 這裡應該還有東西可以選 頭部的散熱器官 現在變換姿態了 所以找那個散熱器官可能會弄什麼一點 爬的要高一點 精彩 這把就不能下去了 再下去就要摔著了 從這邊上去 還不如送不過機品 忘記了 我老咪啊 不像以前的時候怪物獵人如果說是體力用完了 那個什麼的話它會掉下去 灰龍 張家輝 慢点慢点 啊 大哥 其实掉下去也没事 趁着这个机会往这个前面跑 等会的话就不用爬了 这是最大的散热器官 就像火山口那样 还有 我以为还有 好了 全破坏了 全部的这个器官都破坏了 就会掉两个龙山王的彩票 接着采矿去 啊 趁着那个什么 虽然那里有个矿 但是后面的矿差不多刷出来了 后面的矿才是 反正这里要爬的话 这里要爬好久 这个就跳下去可能死了 采矿龙 这个龙山上就有很多矿 这里都没刷 这里也没刷 走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可能刷了 甚至还有一些 不过气 有时候掉了这个岩浆里头 也会有点东西 可以看一下 好 这个东西 这个应该属于掉下来的 好 看这又有 龙山龙虽 这个也可以破坏 又不会破坏 又有奖励 这边得让它站起来后 才有东西可以看 这个我也记得 我记得它这个姿态也 啊 这儿看也是有两个块 这个我也记得 现在已经在这上没设作 所以就积极的采矿 前期这个任务 只有这一次机会 所以就抓紧机会 所以就抓紧机会 这块暂时没有 这块暂时没有 那边有矿 跑着跑着就会又有矿 这个龙山龙身上的矿 应该就跟它身上长的这个 长的痘痘一样的东西 我们把它驱逗 这里面应该也刷出来 刷出来 好 暂时应该没什么 就等它走到时间 又有 固定位置掉岩浆 又有掉船 这个岩浆砸下来凋落的 转转又有东西可以捡 哇 东西好多啊 哦 这 翻滚可以捡身上的 绝对可行 哇 还没长出来 上盘吧 看 嗯 这个火真大 这里面的那个矿 这材料应该就差不多了 这个岩壳可能用处特别少 但是就算是造完装备 有剩余的话卖钱 也可以卖不上 啊 变换姿态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 就前面的那个位置又会变 诶 它没有站 站起来了吗 就前面不是 侧面有一个打掉的一块区域吗 捕获了吗 不过作战 灭灭子 抓住翼龙进行移动 强制带过去 抓住翼龙进行移动 强制带过去 啊 来吧 畜生 要个人 正在 儿子 打的意思 拘束不到 前面有个伏笔的就是让剑术大师专门去调查灭镜龙的事情 之前我们在狩猎黎鱼龙的时候 中间发现一个 被冰刺给刺死的那段让那个谁去调查了 剑术大师去调查 所以遇到他时候剑术大师在这里发挥特别好 在那里发挥特别的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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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还是给这个龙山龙争取到了时间 龙山龙就把这个之术给挣脱了 无论如何 奖励的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胸壳 颜壳 胸壳主要是这个 这个是踩不到的 这个够多就行 龙山龙的胸壳有三个 不错不错 还有鳞片 这也是踩不到的 然后踩了好多矿 应该够不饶了 不错不错 我看見了 是不是有個功夫 一旦有可能 那些情況 就算戰鬥 我是ゾラ・マグダ止 在超越大峡谷 如果我想要不要有可能的痕跡或地面 不可不明 igmat表現有可能的痕跡 當地面上上的痕跡有可能有可能有問題 這個詢針對待的有反隔變動 我只是用了一種工具,但我只是用了一種工具 如果再次找到空マグダラオス再次 如果再次找到空マグダラオス再次 我只是用了一種工具 我只是用了一種工具 嗯... 然後... 你怎麼做呢? 好 我們把船放在一起 船? 是嗎? 是嗎? 現在是海和空和... 什麼情況下 我們要繼續調查 我們要保留在這項目的地方 我們必須保留意義 那些地方的決定 船長,你做吧 任何人 看見每天荒海的都是為了 非常好 大驚谷裡亀裂的事 文字通り 活路開了 好的 這個 我們要往大驚谷裡 亀裂的事 我們要找到 空間的痕跡 我們要找到 那些人 我們要去看 這件事 我觉得以后如果真的要继续出这个怪物猎人世界或者说什么的话 狩猎过去旧作当中的那些怪物是早晚的事情 我特别想拿现在的弓去打以前的金狮子 因为以前金狮子真他妈难打 尤其是那个双金狮子斗技场 金狮子我觉得他们就是恶搞超级赛亚人 招式都他们一样 这个关键的任务解锁之后呢 也会解锁很多的设施 雌火龙可以打雌火龙 那我们下次打 种香菇 现在没有什么太多东西可以种 所以我们就只能先这样 这个生态研究所要报告一下 蛮鹅龙龙龙山龙 料理长那里也有事情 料理长和工坊都有 先去工坊吧 新签了新装备 可以购买的装备又多了一些 又解锁了很多的支线任务 那么我们这个支线任务就之后 我自己慢慢去做 然后下一集可能会有机会打到这个 资货 那么好的 我们这一期的就先到这里了 大家拜拜